昨天胡人和火箭的冲突,将一场本该是经典篮球对决的比赛,弄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对决,这样的结果,固然是作为球迷的我们所不希望看到的。 连忙在今天,也就此时做出了处罚,其中卷入这场漩涡中的三位球员英格拉姆,保罗和朗多都将被禁赛,而且不是一场那么简单,失去了保罗之后,火箭不得不将作为球队第六任的格登提上首发。 但是格登和保罗,毕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球员,而且在对于球队的影响上,也是有不小的差别。 在今天,我们就切身感受到了保罗在或不在,火箭的巨大差别。 今天,火箭面对的对手,是本和他们不处于一个水准的快船,按理来说,应该轻松祭拜对手才对,但是最后却以112比115三分的差距祭拜给了对手。 至于说出现的问题是什么,和之前一样,防守,但是现在还多了一个,进攻,全场比赛下来,火箭全队都在仰仗着哈登的手感。 但是很遗憾,今天登哥命中率真的不怎么样,31分的得分看起来很美,却是建立在26次出手只有11次命中的情况下的。 至于说其他球员的发挥,此个字,不提也罢,不过最大的问题,应该还是球队的防守,调整了三场比赛了,还是不见起色,甚至给人感觉变得比一开始更糟糕了。 保罗缺阵,直接让球队的后场防守深度下滑,不止一个档次,毕竟哈登和哥登都不是什么防守,悍将,根本做不到限制对手的进攻。 而在内线上,卡佩拉今天做的也不够到位。 至于说次翼,同样也是四个字,不提也罢,是想一下,如果保罗没有昨天的当子破事,今天可以出现在对阵自己老东家的比赛中的话,也许是另外一番模样吧。 可见的防守,会出现这样的情况,怕是很多球迷都做了千里准备,只是没想到,可以差到这个地步。 球队在自由市场开始之后,以及常规赛开始之前,经历了两个转折点。 一个是阿里扎和巴默特两位防守到杂德离开,尤其是作为首发的阿里扎,让侧翼的深度直接回到解放前。 另外一个就是此前球队的首席助教,负责防守的杰夫布兹德里克退休。 上赛季火箭场军失分联盟第七少,防守效率联盟第六,但是现在三场比赛下来,他们的失分已经三百多了。 如果没有法子调整,未来对于德安东尼和火箭的诸位球员们而言,不是那么好过。